告诉人家写写什么问题啊 我想写写我刚刚疼的问题 呃 现在 我看到一个人啊 但不是踩高以后 他这样的 他这样的 那脚踩在这里呢 也是高起来的 现在这里啊 踩高桥是怎么搞法的 他是那个脚踩在上面可以挪了走的 这也是一种踩高桥吧 只是难度小一点的踩高桥啊 呃 难度小一点的踩高桥啊 难度小一点的踩高桥啊 因为那个 那个没有弹性了 那个踩高桥没有弹性了 那个没有弹性了 他是踩下去没有弹性了 踩下去脚干了凳了一下子 踩下去 带干了凳了一下子 踩下去 是那个震动引起的痛啊 是震动引起的痛啊 是震动引起的痛啊 好像你那个 那原来的 我不知道从原来的踩高桥有关没关 那个 反正那个踩高桥啊 那个高桥是脚蹬在上面 可以拿到像那个 像那个拐杖啊 像有一种拐杖有很调的就脚在上面 因为那个没有弹性嘛 脚或者穿的鞋子有弹性 那个玩意儿没弹性 所以踩上去一个震动一下子 踩上去一个震动一下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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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那个是刚才的震动痛啊 你对他说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很辛苦 我知道了 我知道你很辛苦 你踩高桥的时候 没踩一下子 肝脏痛一下子 你踩高桥的时候 没踩一下子 肝脏就痛一下子 你踩高桥的时候 没踩一下子 你就痛一下子 踩高桥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 现在 我把你的工具下面 电一些橡胶 我现在在你的工具下面 电一些橡胶 这样 走起路来平缓一点 这样走起路来平缓一点 这样你的肝脏就不痛了 那你说这句话 这样你肝脏就不痛了 对 做完这句话以后 他躺下来就睡着了 安息了 他就这个人没满足 现在你满足他以后 他就离开了 所以你那个 间歧性的 你间歧性的肝脏痛啊 你间歧性的肝脏痛 你间歧性的肝脏痛 运动了以后 特别是颠簸性的运动以后 就会肝脏痛 是具体的运动 运动嘛 是颠簸性的 就会痛 是这样来的 你比如那天干活 运动量比较大了 或者开车的时候 上下抖动比较低的时候 就肝脏痛了 是这样来的 是这样来的 好 现在他离开了 好 我 我